肝气一通啊 百病不生 千古调肝方 有的人呢 用这个方子呀 打天下 大家好 我是王医生 咱们要说的呢 就是中医大夫最常用的中医方子 这个什么呢 就是小柴虎汤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人呢 接受的信息比较多 生活压力比较大 情绪呢 也不稳定 有的负面情绪呢 会导致这个肝气淤积 而肝呢 在我们体内呢 有输血气机的功能 气机不舒畅呢 就会导致一些疾病 而小柴虎汤呢 我们认为呢 它恰恰有这个调理干气的作用 很适合我们现代人 下面呢 就来讲讲这个小柴虎汤 小柴虎汤 条文很多 但最经典里面呢 是伤寒人里面说这个 伤寒五六日中风 它其实就是伤寒或者中风啊 有五六天以后 其实就是外感病 五六天以后 往来寒热 胸邪苦满 默默不欲饮食 心烦喜偶 我们认为是少阳四大正 是不是啊 或者说是呢 胸中烦而不偶 或渴 或服中痛 或者说啊 斜下脾硬 或心下记 小便不利 或不渴 身有微热 或渴着小柴虎汤主治 你看 或或或这些里面呢 在京方里面不多 尤其在伤寒论里面 就那么几个方子 而小柴虎汤这个呢 是比较全面的 你看我们先说这个四大正里面 这个胸邪苦满 这一类呢 外感病 就这次新冠阳了以后 很多人就有这感觉 这地方两下的地方苦撑的话 当然有的人平常就觉得 这个地方胸闷不舒 这个其实是柴虎症的一种 还有呢 我们说这个默默不欲饮食 总是觉得呢 没有食欲 情绪低落 其实这个阳了以后呢 很多是小柴虎症 当然就是不是这个阳 不是这个新冠这个阳 平常这一粒的人也不少 总觉得吃地儿也行 不吃也行 没有食欲 我们叫默默不欲饮食 还有这个心烦喜偶 这个就更多了 有的人早上刷牙的时候 就写上干偶那么两生 这些或多或少的 有小柴虎症的身影 那我们看这个祸里面的 奸证里面什么 胸中烦而不苟 就是说老是感觉到心情烦躁 其实现在很多这样的 你问他为什么 反正他说不出个亦然来 这个呢 往往也是小柴虎症的 那我们看看这个小柴虎症 除了这个四大症之外呢 还有这个七个这个霍然症 我们今天呢 不讲那么多霍然症 我们就说这个主症里面 这种情况 我们看看 在这个主症之外 我们看看小柴虎呢 主要适用于哪一些人群 首先我们说了 平常情绪不好的 我们就认为这个甘主书谢 因为柴虎记里面的小柴虎汤 那个柴虎呢 它的用量比较大 当然在外感病的时候 你可以用那么大的量 这个不是外感病呢 我们不要用那么大的量 就是以疏干理气为主 这是柴虎 这个小柴虎汤里面的柴虎为主 柴虎 黄芹呢 是清热的 口苦腌干 你像这个 现在这个 好多人这个晚上休息不好的 包括一些人 就早上 第二天早上起来 总觉得嘴巴苦 我们现代医学认为呢 是胆汁的问题 其实在这里面呢 我们就认为是 肝胆之气愚竭的问题 我们也用小柴虎汤 这个是黄芹 里面还有半夏和生姜 半夏生姜呢 就是织藕的 我们刚才说了心凡细藕 另外呢 小柴虎里面 关键的一位要什么呢 叫深姜草藻里面的党参 这个名医徐丁台说啊 小柴虎汤妙在人参 它妙在哪里 你包括这次新冠养了 包括平常 那我呢 是这个很尊重胡老的 我说这个胡锡树 我这个学医呢 就是从胡锡树 胡老那里听着 它的音频 一点一点成长起来 那我呢 临床也喜欢用小柴虎的 我们来分析这个 党参对于小柴虎 对于外感病 进到绍阳阶段了 就像这次新冠阳了之后 很多人症状缓解了以后 一阵冷一阵热 有微热的 又身上热 温度不高 我记得 我在那个发热里面说了 热温度不高 没有打到那个 39度40度的那个时候 其实是到了 绍阳症的阶段 你看我们这个时候 用这个深姜枣草草 补正气 助正气 骨鞋外出 这个是党身守护着中交 让鞋气往外走的 还有这个小柴虎呢 在条文里面都有 阳明病大便不通的 这个阳了之后呢 有这个情况 我前两天还治 那个老头嘛 他开始也是大便不通 其实就是小柴虎症 我们看这个小柴虎症 他是怎么治这个大便不通的 我们说了 小柴虎症 他就有这个 疏干气 补正气 他能输干气 补正气 驱鞋外出 他也能守护中交 驱鞋向下 这个就是小柴虎 妙在人身的原因 他能上 能出外感病 能下 能通大便 能往四肢发散 就是说这个四肢不输 我们刚才不是说了吗 总是觉得自己 闷闷不老 没精神 你这个时候 小柴虎呢 他又有发散的 把你这个阳气 布达到四肢 那把阳气 布达到四肢 靠到什么呢 靠的就是深姜 草藻里面的人参 当然这里面呢 有几个变法 你比如说 他这个弹湿比较重 含鞋比较重 这个胃口怎么也不开 用生姜不行的时候 我们可以换上干姜 如果说你这个 确实是小柴虎症 他的脉结的没有那么实 但是呢 他又大便不通 我们可以考虑在小柴虎里面 加上一点黛黄 他其实就是小柴虎和大柴虎的合法 但是你不要用那么重 还有呢 你看我们说了这个 包括咽喉的 因为少阳之危病 就有这个口苦咽干 木权 我们说他有这个症状 你这个时候可以加点结构 等等等等 小柴虎汤的变法很多很多 在我们临场当中啊 尤其是我们京方这一类的人啊 很喜欢用这个小柴虎 加减一下 调理很多的病 但是前提有一个 就是柴虎症 我们说了 他能治咳嗽 他能治失眠 对不对 他能治大便不通 等等 但是前提呢 就有这个肝气偏于淤结的 这个情况 这个小柴虎也虽然好 用途也很广 在我们医生手里呢 是信手拈来 但是大家呢 一定不要乱用 尤其是现在这个 我们能买到这个颗粒 中医上呢 还是那句话 中医上没有哪一个药 能够治百种病的 医药治百病的 另外呢 我们调理身体 一定是有针对性的调理 你就小柴虎来说吧 他有很多的辩方 要加减 对不对 所以说呀 一人一方 最适合自己的 才是最好的 临床中啊 很多中医大夫 都使用这个小柴虎糖 他们都是根据患者的情况 随症加减的 我们刚才说了 还有那么多祸有症 对不对 如果说你自己一味的说 我感觉我碰上哪一个 到药店去买了小柴虎 喝上那么一两天 症状缓解了很好 如果说是症状不缓解 我们赶紧找医生去来调理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关注王医生 一起做中医传承人